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阿婷 新闻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俄罗入侵乌克兰家具供应一律 油价涨破每桶105美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家具全球能源供应重创一律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涨破每桶105美元 为2014年以来首建 专家说加州已经创纪录的高油价 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变得更加昂贵 专家预测 加州的平均汽油价格将很快达到每加轮5美元 洛杉矶线查获100多只非法枪支逮捕13人 加州司法部宣布 为期5天的非法枪支扫荡行动中 有13人被逮捕 并没收了包括突击式武器 幽灵枪 手枪 步枪和散弹枪等114只非法枪支 当局表示还缴获了49000多发弹药和87个大容量弹夹 这次行动在落线51个城市进行来打击非法枪支 每卡车示威抗疫防疫措施 人民车队前进华府 受到瘫痪加拿大多座城市的抗疫活动鼓舞 数百名卡车司机组车队昨日从加州南部出发 准备前进首都华府抗疫防疫限制措施 加州这场人民车队组织者希望结束口罩强制令 接种规定商家暂停营业等意图减缓新冠疫情扩散的防疫措施 可能含谦Ali & Rose宣布召回化媒 Costco在阿拉斯加州 加州 俄勒冈州 华盛顿等州 发售日期为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 由Ali & Rose公司销售的化媒 可能因为含谦而召回 如果您仍有此产品 请停止实用 并将其退回当地Costco 以获得全额退款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